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今天我們終於到了這個 大家期待已久的 這個分享旅遊的部分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每次我找来分享的人都是男生 所以今天就特别找一个美女 找一个美女来跟大家分享 哈喽雷哥 雷哥你终于上见了 我们就是找一个美女来跟大家分享说 我们去这个 今天谈的是聊的是澳洲打工度假的这个议题 就是我们请我们Sabrina Sabrina来分享 这个去澳洲打工度假的这个心得 来跟大家问好一下啦 哈喽我是Sabrina 大声一点啊 我是Sabrina 第一次的处女秀就献给了Silent 那就是还是说 首先请那个Sabrina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啦 稍微介绍一下你自己说一下自己的故事呗 就是我是在一个很幸福的家庭长大的小孩 然后妈妈都会从小带着我们出国去玩 所以可能就是种下这个出国就是出国去玩的那个 所以你意思是说你很爱旅游 对很爱旅游 这是你哦 所以就 所以因为你很爱你妈很爱带你出国出去玩 所以你猜你现在就变得很爱玩 就很爱就是去不同 四处走走 对对对不同看不同文化 哦 那你为什么要经营Newskin啊 为什么要经营Newskin啊 为了可以时间更自由啊 你以前很不自由吗 就是以前很不自由 以前就是在那个上班下班 然后时间都被绑得很紧啦 你就是没有办法可以很自由的去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哦 所以 就是因为你妈的关系 所以你很喜欢旅游 然后你想 你为什么做Newskin是因为 你想要自由 我想要自由 你好像被束缚很久的样子哦 想要想要时间更自由 你想要时间更自由 那这跟Newskin有什么关系 时间更自由啊 然后金钱 就是钱那方面也是 就是可以 钱也是个问题就对 时间钱然后可以带家人 就是之后你可以带家人出去玩 你可以带家人出去玩 哦 真是简单明了 对 没有啊 我进Newskin一开始的原因是因为 我想要练我的口才 哦 你的目的只是为了想要练口才啊 一开始 对啊 一开始 哈哈哈哈 一开始 嗯 对 是想要练口才 然后 因为我在就是在那个电子业上班 然后是 哦 你在电子业上班 然后是在 是当业务助理 嗯 然后是在我姑姑公司上班 然后他是想要把我培养成 就是 公司的大量 接班人 哦 之类的 哦 你你姑姑本来要把你培养成接班人 听起来很不错这计划 对啊 就是 就是要扛 就是要变成业务啦 所以 我口才不怎么好 所以我想要就是 所以你把这 你把Newskin当成口才训练班哦 也可以这样说 那后来呢 后来就是 一直在参加 就是每个礼拜都参加的 活动 就集会 嗯 然后就觉得就是 大家分享的 内容 就是 我想要的生活 所以你 你后来 口才有变好吗 我还在努力 哈哈哈 所以 因为 受到 大家的影响 所以你发现说 其实 原来这 在Newskin 就是成功了以后 可以得到截然不同的 生活 状况 所以你非常的向往 所以你现在很 积极的在经营Newskin 对 哇 真的 真是太好了 那我们今天 就是很开心 请到Sabrina 那之后 每两个礼拜 我们都希望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 旅游相关的资讯 因为 我们知道说 大家辛苦 努力工作的原因 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 变得更美好 那 旅游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好的 大家向往的一个活动 为什么 因为 你在出国玩 出国玩的时候 特别是出国旅游 出国玩 不只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人 然后眼睛 眼睛的颜色跟你长得不一样 皮肤颜色长得跟你不一样 头发颜色长得跟你不一样 你不只可以看到各种人 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把自己的手机关机 很顺理成章的关机 你就完全与世隔绝的 所有凡夫俗子的事情 你都可以忘记 就在国外 好好地享受这个人生 我觉得这个 出国旅游的感觉 真的是非常好 但是重点是 也是要有钱 因为出国旅游 虽然便宜的时候很便宜 但是贵的时候 你要享受高级的旅行 那也是不便宜 那我知道 我们今天要聊的 也是这个澳洲的打工度假 我知道 Sabrina是澳洲打工度假达人 已经是达人等级了 我想问一下说 你当时为什么忽然想要去国外打工啊 我之前在药厂 就是做行政的工作 大概做了快要三年 然后我就想说身边的朋友也是 你卖什么药 卖什么药 有蓝色小药丸吗 没有啦 谢谢 没有卖这个 那你是卖什么 一般的药 心血管的药 心血管的药 听起来不错啊 那你 但是我觉得就是 就是我觉得再待个两年 好像还是不一样 就是都不会有什么变化 对我觉得 所以你就 所以身边的人也很 就是陆陆续续有一些人去 然后你就去了 然后我就想说 我既然这么想要出国 就是 看看走走 那我手就去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你很容易受人影响吗 没有 可能一部分 可能也是一部分 他们唤醒你内心真实的感受 对 很想去 而且住在国外 就是完全住在国外 很长一段时间 就不用被妈妈管 妈妈好像不在线上 所以没关系 就可以了解更多 可以了解更多 认识更多不同的人 对 嗯 可是 就我所知啊 因为这个 打工度假 其实现在也是算是非常 非常夯的一个事情 世界各国 都基本上都有这样子的 一个 一个方案 就我所知 爱尔兰 英国 日本 甚至匈牙利都有 还有德国 德国 法国 法国 然后 呃 纽西兰 新西兰 都有 为什么你选择澳洲呢 因为澳洲 时薪 时薪比较高 你就因为时薪比较高 你就去了 时薪比较高 而且 很多人 比较多人去啦 比较多人去 所以有很多人的经验可以 就是我可以 是因为男朋友吗 不是啦 那时候没男朋友 哦 那时候没 对 现在也没男朋友啦 可以稍微的透露一下 哈哈哈哈 因为澳洲男生帅 真的吗 澳洲男生特别帅吗 没有 可是那边很多英国人 英国人还比较帅 哦 英国人比较帅 哇 那应该是跟男生帅有关吧 英国人 所以你去澳洲打工度假的原因 只是因为 选择澳洲的原因 只是因为那边的时薪比较高 时薪高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不是你向往澳洲大陆 很多袋鼠 无畏凶吗 不熟啊 因为澳洲 我们对澳洲不怎么熟 我像我之前有去过美国 还比较熟 哦 你对美国反而比较熟悉 那时候 那美国有打工度假吗 有 但是三个月而已 那你总共去澳洲多久 两年 你去了两年哦 哇 那等一下可以好好地分享一下 这两年你到底怎么过的 到底在那边怎么的 迷烂的生活 辛苦的过 辛苦的过 可以稍微描述一下那一段时间吗 就一开始 一开始去 台湾人开的那种大型杂货店 然后是做黑工 所以是橘子店 不是不是 就橘子店吗 橘子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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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橘子店不是卖橘子的呢 橘子店就是橘子店吗 是吗 就是橘子店 超市的那种 但是它没有卖吃的 它都卖用的 那是什么 橘子店 日用品 对 然后它有那个家具 家具 对 这家店还真特别 但是那个是十星十块钱 然后是黑工 黑工 等一下 十块是正常的价钱吗 不是正常的价钱 那一般应该多少 一般应该要十八 十八 然后你只拿一半的价钱 对 但是黑工也不用缴税 但是也 它也不会帮你保险 所以没有保障 那被抓到会怎样 被抓到 黑工就是指 不合法的意思 就是 不合法 就是 就像台湾很多那种偷跑的外劳啊 然后跑了以后 它就是 四处打零工啊 那可能那个 就没有受到牢基法的保障 然后 只要出了事情 或者是被抓 那雇主可能都必须负责 可是我有打工度假的签证 所以还好 可是你打黑工 那如果被抓到 有什么问题 你是说 可是没有 就是可能 可是我有打工度假的那个 的签证 所以还好 如果说没有打工度假签证的人 可能观光签 然后去打工 这就有问题 哦 会怎么样 就是会遣返啊 或者是 哦 会被遣返 对 会被罚 被罚 或是被遣返 哦 所以其实还蛮严重的 对 现在很多啊 很多去玩 然后顺便打工 他做一个月 然后继续把那些钱在那边花掉 做十个啊 三个月之内的 因为光光签证一次就三个月啊 哦 对 所以 所以我就是从那个 后来我就做了一个月而已 因为觉得 钱太少 然后 钱太少 顾足太激 那时候的汇率是多少 27 你是什么时候去 2014年 2014年那时候是27 所以如果是10块钱就270 比台湾高了一倍多欸 那个啊 消费的 消费也贵 对啊 不一样 嗯 然后 后来呢 后来我就先去挤 那个二钱 就是第二年的意思 所以你第一年都在 没有没有 一个月一个月 那之后呢 之后我就去农场 你就在农场 对 我就先去农场 你这个身体在农场 能做什么 出种的你做得了吗 在葡萄 采葡萄对啊 所以 人家在讲说 要去澳洲挤牛奶采葡萄 这是真的 挤牛奶 应该是纽西兰吧 杀猪啦 不是杀牛 杀牛 哦 你说那个屠 屠宰场 是真的有这些工作的 可是那个工作还比较好 杀牛的工作比较好 那个是实心的工作啊 那个是 就是有保障的工作 那你又做了什么没保障的 反正他们有点复杂 就是分灰宫 灰宫就是一半 什么叫灰宫 不是白宫跟黑宫 还有灰宫啊 就是一半的部分是用银行汇钱给你 一半部分给你现金 哦 他也不想缴税 是吗 所以就有一点 可能 你可能累积到一定的那个程度下 才会缴税 嗯 所以他就用这种两种方式的方法 叫做汇工 真的 如果要去那个澳洲打工度假的人 真的是要找人问啊 有专家你就是问专家 真的是 太复杂了吧 对啊 所以就是从黑宫 然后灰宫 然后再变白宫 然后时薪也就是变20 再21块 21块 就是在农场打工 是21块 农场比较少 农场比 可是比10块还高一点 大概14、15块 14、15块 14、15块如果算成27的话 那也400块左右 台币400块 嗯 可是那个要很快 因为你那个是算一箱一箱的 采葡萄 对 所以如果你在台北找不到工作 你可以去大春 大春就是台湾的园林 有没有一个巨峰葡萄 有没有 你就可以去那边说 应征工作 因为我以前 我专业的对 对 那是你专业 你说我以前都采很快 你这个小case 所以农场结束以后 那到底什么是白工啊 你没听 没有办个是合法的 都是违法的 就后来我就去了那个包装工厂 橘子的 包装橘子的 那个就是白工 那 那你一开始就可以白工 为什么不白工呢 一开始没有认识 但是去了 去了那个农场 那个时候才认识 所以其实也是 也是需要有人脉 你才有办法找到正常的工作 对 或者是你就是 去网 也可以去网路上 什么背包客啊 或者是Facebook 这不要敲 所以 所以 你到最后 终于在第二年 才找到正常的工作 就是在下半年的时候 哦 然后就在那边 第二年 可是橘子有那个 有那个一个期限啊 嗯 因为橘子就是冬天 冬天是量产嘛 正产期啊 冬天 橘子工作 那你平常在干嘛 所以平常就没办法做了 没有 所以要去找下一个工作 哈哈哈哈 去澳洲 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做那种 就是有季节性的工作 嗯 对 就是他常一直在找零食工 零食工 这个季节生产这个 就一堆人去做那个 对 对 所以我那时候做橘子的时候 是从七月多 七月中开始做 就大概九月 九月底十月初 对 然后 然后就再去找下一个工作 然后一直做橘子 做到最后回来 橘子然后再做 也是包装厂 那包保力楼 哇 你好像很会包的感觉 哈哈哈哈 而且这是像这样的 我应该问 应该这样问 那所以去澳洲打工 没有那种比较技术性 或者是比较知识性的 只能做这种的 有 我有遇到过那个 就是他是会计师事务所的人 嗯 他就去做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 对 查账这个 就是记账 但是那个要英文很好 嗯 才能去啊 不然你那边都是用英文 面对方 对 听起来是还不错啦 彩彩葡萄就可以赚那么多 21块 换成台币是将近600 台币将近600块 一个小时 所以他等于做 一天做个8小时 哇就5000 所以那个是最 就最好赚的那时候 那时候是最好的时候 而且那时候是27 现在才23 我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变23了 嗯 2324 好 那问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好了 我们今天既然讲的是打工度假 嗯 那 到底最后有没有存到钱啊 有存到钱 那我问你 那如果那两年在澳洲 跟那两年在台湾 你觉得会差异多少 我觉得会差异 差几倍或者是 纯钱的部分 对 光纯钱的部分 光纯钱 因为大部分很多人去就说要 要赚钱啊 结果通常都没有赚都是在玩 呵呵呵 可是我也在玩耶 好 我后来最后也划去玩 嗯 大概 那我 那我 那你就讲说哦 就是 赚的钱 存下来 其实你在台湾 你就是赚到钱 你也会出去玩啊 所以你如果是同样的这样子 大概会差多少 会差个几倍这样子 大概会差几倍 还是其实没差啊 应该差个三十五倍吗 有差到五倍啊 你说存款会差到五倍 存款 哦 你是说在台湾可能是一千那边 在那边五千 呵呵呵 存五千块 呵呵呵 应该会差到五倍啊 应该是 应该是 但我不是一个会存钱的人 所以就是 你说如果你是目的是要去赚钱 对 有可能差到五倍 有可能 就台湾你可能 可能在台湾两年可能存二十万 在那边可能会存一百万 你的意思是这样 对 所以很多人都存 存到一百万啊 存到五十一百 可是我听说现在税制有改 所以 想要再赚这么多是比较不容易 比较 对 比较难一点 因为税都克 克的比较重 所以还是去做黑工跟灰工 但是还是没有存保障 我觉得还是做白工 比较好 阿展 晚上好 所以这样总归下来 就是说 如果你是为了赚钱去 是确实还是存得到钱啊 可以存得到钱 可是也要看是什么工作 也是要看人啊 因为有些人他就很爱花 然后花 赚的钱也都花掉 对 可是为了一个朋友 他是很 就是还蛮衰的 去的 去的第一年 他只去一年 他刚去的时候 就是跟他女朋友一起买车 然后就一起到 就是我们那个地方 是比较乡下的地方 然后路上就是 路上就是车子抛锚 车子抛锚会怎样 怎样睡 我也抛锚过啊 这有什么 但是那个是比较荒郊野外的那种 就是小的那种层 所以他从此变土著吗 不是 他还是回来啊 他哪有什么睡 所以 然后那边的人很冷漠 没有人要帮忙 嗯 对 所以他们把车就 把车跟一堆的就是家当 留在 留在那个沙漠 不是沙漠 就留在那个沙漠外就对 然后用走了回来 没有就可能坐车 坐起 再另外坐进去 你意思是说 他去还没赚到钱 就已经把他的家当 对 就已经花了一堆钱 所以要去做这个事情的人 还是要找熟门熟路的人 像Sabrina 她现在是非常专业 在澳洲打工度假 这件事情 她算是非常熟悉 那就是 打工度假这件事情 我觉得见仁见智 因为有些人 她觉得在澳洲开销更大 然后她不确定 她有办法存得到钱 所以 她宁愿在台湾 领两三万块的薪水 这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但是 经济不好 这是事实 不然不会有这么多人 泥香背景 跑到澳洲去 去 去 做这个采葡萄 包装的工作 你这工作在台湾就有了 为什么要跑那边去 原因就是 台湾的薪水真的是太差了 所以 如果有要出国打工的人 可以先做好功课 或者是 可以私讯我们 可以写信来问我们 那我们会跟大家 详细的跟大家分享怎么去 那最后 因为我们 这个是一个旅游的时间 我们还是希望说 你可以分享一些 你跟澳洲 你可以推荐怎么玩 我其实去过几个点 凯恩斯在比较上面的 澳洲是一个 有点像金门 那个金元宝这样子 他是在东北方 就是一个长条的 然后台湾室在这边 然后我们就去玩 比较刺激的活动 像 什么刺激 没穿衣服 还是 伴州 哦 你是说那些 那些那个 就是 极限运动 嗯 对 然后去大宝礁 大宝礁 前水 那就是昆斯兰那边 昆斯兰 对 就那一区 然后还有去了雪梨啊 墨尔本 斯宁 还有 我最常去的是墨尔本 你最常去的是墨尔本 对 因为 就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就是墨尔本 最喜欢的城市 你最喜欢城市是墨尔本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不像雪梨 这么多亚洲人 所以你真的很讨厌亚洲人 太多大陆人了 嗯 太多大陆人 对大陆人有偏见 不是啦 就是没有感觉有出国的感觉 可是雪 可是墨尔本就比较就是有文化 然后很多就是异国的东西 跟大家讲一下 澳洲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 墨尔本跟雪梨 这两个是澳洲主要的两个城市 最大的两个城市 雪梨呢 它是属于商业中心 Sidney 它是商业中心 那墨尔本 它属于政治中心 所以两个地方不太一样 然后这两个都不是首都 首都叫坎培拉 在两个的中间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然后 然后大部分的人第一次去澳洲都是去布里斯本 就去布里斯本 就是什么黄金海岸 大宝礁 就是他们那个省叫昆斯兰 大部分的台湾人都是去那边 因为那边华人其实也蛮多的 很多台湾人去那边自产 然后 比较 最近蛮流行的 像我今年也有去澳洲 我去那个布里斯 那就是属于西澳大利亚 西边 一般我们去的什么 西尼啦 Melbourne啦 布里斯本 这都是在东岸 那西岸最大城叫 佛斯 博斯 那我们今年去那地方呢 真的是 四个字形容它 鸟无人烟 都没人了 所以动物比较多 畜生比人还多 你就在路上可以看到 袋鼠跳来跳去 还有袋鼠农场 有 而且就是走在那个 开在那个路上 有一些尸体 还有尸体 那你刚讲的 像布里斯本 西尼啊 Melbourne 都有直飞 那凯恩斯怎么去 凯恩斯 凯恩斯有直飞啊 台湾有直飞凯恩斯啊 应该是那个廉价航空 真的哦 是哪一家 那个 Aer Asia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护航 好像有点忘了 护航 反正就是廉价航空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 那我分享一下 PERS怎么去 就是西部最大城 那个博斯 他你必须先到 吉隆坡 或者是新加坡去转机 所以你飞到吉隆坡 新加坡的时候 你可以坐 那个Aer Asia 亚洲航空或者是护航 到新加坡去转机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飞到你要去的这个目的地 这个PERS PERS有几个还不错的地方 就是西海岸 因为它比较没有开发 而且那边是葡萄的产地 葡萄酒的产地 所以你可以在那边看到非常天然的这个海岸 那在西南边有一个灯塔 在最南边 这是号称地球最南端的灯塔 那个灯塔非常特别 它的右半部就是东边 我们这样看过去的 这样是西边 就它的右半部 灯塔的右半部 应该是你站着面对北方的左边 这边是属于印度洋 然后它的后面 就它南边属于这个南极海 它这个灯塔的两边就是不同的洋 不同的海 所以蛮特别的 分享给大家 像如果下次有去澳洲 可以除了这个东海岸的 什么布里斯本啊 凯恩斯啊 或者是这个雪梨木尔本 坎培拉以外 你还可以到西岸的这个西伯利 西澳大利亚 不是西伯利亚 西澳大利亚去走走看看 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的不一样的风情 还有南边有个岛还不错 叫塔斯玛尼亚 塔斯玛尼亚 你有去过吗 我同学 我朋友有 真的 那个地方已经接近南极了 所以你还可以看到企鹅在那边走来走去 所以非常多的生态 非常多的生态 那在最后 大家应该觉得很好奇 我手上这一支不是麦克风 也不是按摩棒 这一支叫做LumiSpa 跟大家介绍过很多次了 它就是利用微脉动反旋科技 来我秀给大家看一次 它在转的时候是这样子反旋的转 它不是正向也不是 它不是刷子 所以它可以让我们的肌肤去做一个按摩 然后进而产生胶原蛋白的增生 胶原蛋白增生 那个Sabrina你应该已经用了一个多月了吧 这个 三个 你应该是用在脸上 三个礼拜 那你用的感觉是怎么样 就是我觉得脸变比较亮 然后那个皮肤有提 你用三个礼拜你就觉得你的脸变比较亮 然后皮肤有提 是你自我感觉良好吗 其实我真的觉得是这样 真的有差 你本来这边好垂哦 哈哈哈哈 我是说你本来其实已经还不错了 可是现在我觉得更棒 你看它的肤质 你这个这个特别的亮 你看看我在它旁边我相容濕色 你看它的皮肤这么好 对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利用微脉动反旋科技 我们再看一次 它是反旋的效果 它不是刷子 它是利用反旋的效果 去产生这个震动 然后把这个这个坡 倒到你的皮肤皮下去 然后它会产生新生胶原蛋白 这就是我们最新的LumiSpa 所有的这个各大媒体 其实还有很多明星 他其实现在都用这个东西在做保养 在做保养 我们之后会出一集来直播这个LumiSpa的开箱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Sabrina旅游时间的分享呢 我们就到这里 如果有问题要去澳洲或者是旅游的部分 可以直接私讯来问我们 那我们这个节目会两个礼拜来开播一次 每一次会选择一个国家来跟大家分享 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 我们下次见 拜拜